近期,缅甸国感同盟军在老街城区占领了大部分地盘,南天门和米线沟成为缅军的最后抵抗据点。 对此,彭德仁布正在进行善后事宜,包括清剿残余势力、安抚民众和抓捕通缉人员。 这一冲突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战事激烈,更因其对整个蓝莓合作区域的影响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 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缅甸国感同盟军已占领老街城区的大部分地盘,而缅军在南天门和米线沟进行最后的抵抗在这一战局中。 彭德仁布正在进行善后工作,旨在清剿残余势力、安抚民众以及抓捕通缉人员, 国感同盟军据点的不断扩张使得战局更加复杂。 对于白索城等被通缉人员的去向,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被缅军控制作为人质,二是在某地区最后挣扎。 缅甸中文网的消息指出,国感同盟军已占领老街90%以上的地盘, 这加大了通缉人员可能被缅军控制的可能性。 中国大使馆发布通告,提醒中国公民尽快撤离老街地区, 外媒报道显示三兄弟联盟与米昂来进行第二次谈判。 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一外交动态使得局势更加复杂, 各方博弈愈发激烈。 国感同盟军已突破缅北马其诺防线, 缅军增援部队有投降情况,但空袭仍在继续, 国感同盟军逐渐掌握国感地区,缴获大量武器。 这一发展表明,国感同盟军在冲突中处于有利地位, 但仍需关注后续的战局走势。 三兄弟联盟与米昂来达成一致, 将决定彭德仁是否能实现光复复标, 缅北地区可能存在小范围的拉锯战, 但整体趋向和平稳定, 这一长远展望揭示了与米昂来的合作, 对于缅北地区未来的关键性。 在蓝眉合作领导人会上, 中国与周边国家达成一致, 推进平安蓝眉行动, 中国发布悬赏通缉令, 打击涉毒逃犯, 强调对边界安全的重视, 这显示了在缅甸内战背景下, 蓝眉合作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区域的安全和稳定。 缅甸内战导致三分之一人员流离失所, 影响中免贸易通道和工程项目, 国感地区未来存在的问题, 如自治权协议, 通缉人员遣送等,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解决, 这些问题对于整个蓝眉合作区域的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 整个蓝眉合作区域急需恢复和平稳定的大环境。 虽然可能存在小范围的拉锯站, 但整体上趋于和平。 作者认为, 通过蓝眉合作, 各国将能够共同解决潜在的边境安全问题, 为整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昂山素季再次被狠话, 这一事件直接轰动了全面, 作为一名备受尊敬的领袖人物, 他的言行举止一直备受关注, 然而, 这次的事件却让人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作为一名领袖, 他应该以身作则, 为人民树立榜样, 然而, 他却采取了极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这无疑是对整个国家和人民的背叛。 昂山素季是缅甸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他主张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 反对军事独裁和政治压迫, 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 与缅甸政府和一些军方领导人的观点存在分歧。 昂山素季一直反对缅甸的军事独裁同志, 他认为这种统治方式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因此, 他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 呼吁政府进行改革, 实现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 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 引起了政府和一些军方领导人的不满和反感。 昂山素季一直致力于推动缅甸的民主改革, 他认为只有通过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 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因此, 他积极组织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 呼吁政府进行改革, 他的这些行动, 也引起了政府和一些军方领导人的不满和反感。 缅甸的政治环境一直不稳定, 政府和一些军方领导人一直试图控制政治局势, 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因此, 他们对于任何反对声音都会采取打压和镇压的手段。 昂山素季的言论和行动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也呼吁缅甸政府进行改革, 实现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 这些压力也使得缅甸政府对于昂山素季的打压更加严厉, 昂山素季是缅甸的政治领袖, 也是缅甸民主运动的领袖。 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致力于推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 并在2015年的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 成为了缅甸的国务资政。 然而, 他的地位在缅甸政治中一直备受争议。 昂山素季的地位受到了一些政治势力的挑战。 一些人认为, 昂山素季在推动民主化进程中过于强硬, 导致了一些人权问题和政治不稳定。 此外, 一些政治势力也认为, 昂山素季在政治上过于独立, 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昂山素季的地位也受到了一些国际势力的质疑。 一些国家认为, 昂山素季是缅甸的民主化领袖, 但在处理与邻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此外, 一些国家也对昂山素季的政治立场和言论表示担忧。 然而, 昂山素季的地位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 他被视为缅甸民主化的象征, 也是推动缅甸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 他的政治立场和言论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和支持。 昂山素季在缅甸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声望。 他一直被视为是民主和人权的象征, 为缅甸的政治变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他的领导下, 缅甸逐渐摆脱了军政府的统治, 走向了民主化的道路。 他的努力和成就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尊重。 然而, 昂山素季的政治理念和行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分歧。 他的政治立场和主张与一些民众的期望存在一定的差异, 导致一些人对他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此外, 他的领导风格和决策方式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 同时, 昂山素季的政治生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 他一直面临着军政府的打压和威胁, 同时还要应对各种政治势力的竞争和挑战。 这些因素都对他的政治生涯和影响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昂山素季的领导下, 缅甸逐渐走向了民主化的道路。 然而, 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需要不断的努力和奋斗。 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昂山素季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以及他为推动缅甸政治变革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只有通过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政治理念和行动, 以及他对缅甸政治变革的影响和贡献, 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昂山素季, 以及他在缅甸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最后, 我们应该看到昂山素季所代表的民主和人权精神 对缅甸民众的影响和启示, 他的努力和成就不仅推动了缅甸的政治变革, 也激发了民众对人权、自由和平等的追求。 这种精神对于缅甸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是我们评价昂山素季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缅甸的战局中, 一场惊心动魄的决力正酝酿, 一位曾被视为保守派的缅甸军政府首脑, 缅甸来大将, 竟然主动请英打击电诈园区, 这不仅仅是对网络犯罪的积极回应, 更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战略转变, 究竟是何原因促使他在此时此刻迈出如此大胆的一步? 逮捕数万免北电诈分子, 对明氏家族发起致命一击, 到现如今缅甸首脑敏昂来突然拔刀相助, 局势迅速演变令人不解, 而更为离奇的是, 泰国也加入了这场行动, 彼此之间的协作引人瞩目, 然而, 背后可能潜伏着美国的干预, 将整个战局推向更为复杂和扑朔迷离的境地, 随着缅甸局势的千变万化, 政治权谋的复杂交织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缅昂来的积极应战, 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权谋, 已经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 有人认为, 他或许已经看清国际压力, 主动加入打击电诈的行列, 已是自己的善良一面, 然而, 也有观点认为, 这不过是他为自身政治利益, 谋求更多空间的策略性举动, 缅昂来作为缅甸军政府的首脑, 其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地缘政治棋局中的一者重要棋子, 庙瓦底的电诈园区不仅仅是犯罪分子的乐园, 更是一条庞大的利益链, 除了滋生电信诈骗, 这里还涉及洗钱, 非法赌博等多种犯罪活动, 因此, 要想铲除这一区域的犯罪, 不仅需要军事力量的介入, 更需要对庞大的地下利益链进行割裂, 然而, 这一行动却可能对敏昂来自身的政治基础构成威胁, 因为这其中涉及的不仅是电诈分子, 还有一些被认为是军政府支持者的人,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